听众姐妹们平安 今天呢我们还继续跟昨天的布道会是同样的经文 但是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学习 以神为乐 其实新一本把这句话翻成是以神为荣 让神成为我们的荣耀 我觉得这个翻译其实更准确 荣耀 我们人太需要荣耀了 但是又找不到荣耀 十几年前我搬家从民谷屋搬到了东京 东京跟民谷屋很不一样 原来一直以为民谷屋是做城市 来东京了才知道民谷屋其实是乡下 还有一个区别 一到东京我就发现东京外国车特别多 欢迎大家到民谷屋看一看 满城的丰田 我们也有高级车 Lexus 还是丰田 到了东京 尤其是我们惠比说这里 我们会看到太多的外国车 有又高又大的 也有又矮又小的 我都很奇怪 汽车怎么可以坐得那么矮 好像躺在那里开车一样 我们在东京开过车的人 会知道这么开车其实很难受 你的车还是敞篷的对不对 巴士那个排气管 跟你的脸差不多是一个水平线 你那个车最快可以开到三百公里 不好意思这条路限速三十 首都高限速才六十 我有一次被罚款是因为开到九十 但是我们为什么有人会肯花那么多的钱让自己遭罪呢 非常昂贵不实用非常难受 因为你开上了之后 你立刻成为惠比兽最亮的载 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 我们吃好吃的东西 穿很舒服的衣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太多的时候我们花太多的钱 不是为了好吃的 不是为了自己舒服 我们是为了荣耀 我们是为了夸口 我们为这个愿意付太多的代价 但是今天的经文 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是找不到荣耀的 我们靠着神我们得救 我们在基督里可以与我们的神和解 今天的经文又特别的让我们知道 要在基督里 也只有在基督里 我们才可以以神为乐 我们才可以让神成为我们的荣耀 这是真正的荣耀 在基督里我们有了新的身份 在基督里我们也会有新的眼光 让基督让神成为我们的荣耀 这是真正的荣耀 这是真正的喜乐 这是今天的话语要给我们的教导 我给大家读一下经文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弟兄姐妹 这里的经文 这里的话语 还有圣经别的地方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了真正的和解 和真正的拯救 这种和解 这种拯救 是建立在得到一个新的身份的基础上的 我们人和人之间也经常和解 不小心得罪谁了 说错了一句话 做错了一件事 本来是闺蜜 现在反目为仇了 这种事我们听说过太多 感谢主很多这样的 后来有一个机会就和解了 大家都听说这样的故事吧 也都有个类似的经历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事情 人受了伤 包括树受了伤 都会留下疮疤 所以我们人和解 仇人和解 往往不是真正的和解 翻脸了 互相不说话了 和解了 见面可以说话了 见到了 然后呢 立刻转身 你往东 我往西 是回不到从前的样子 这里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拯救 我们也听说过 见过 可能经历过 人的很多的拯救 你走路掉到河里去了 旁边有人伸手 把你拉上来 然后呢 他往东 你往西 他不过是单单的伸手 救了你一下而已 很多时候 今后你跟他的关系 有没有变化 没有 你的身份有没有变化 一身张嘴 还不如以前了 这是人的和解 这是人的拯救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 神给我们的拯救 神与我们的和解 与这完全不一样 他不是只是简单的 让我们不死而已 他会给我们一个 全新的身份 是满有尊荣的身份 是神的儿子的身份 我们从前甚至现在 我们本来是一群 什么样的人 经文这里让我们知道 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还在软弱 软弱这个词 现在听着不像是一个 挺负面的词 我们软弱嘛 对不对 像林黛玉是 有时候姐妹 显得软弱一点 还挺可爱的 对不对 但是这里的软弱 是指我们一事无成 你什么都做不了 做个花瓶 还可以阅人眼目呢 这里是我们一事无成 神面前你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是罪人 保罗为了强调 又说了一遍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什么是罪人 第十节给的定义非常好 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我们是神的仇敌 这是罪人的身份 是神造了我们 在他的知识里 在他的圣洁里 在他的公义当中 造我们是完全的 人从前是蛮有尊荣的 我知道大家一读圣经 就睡觉 但是我们要求不高 圣经前三章 我们读一读 会知道很多 就那三章 就让我们知道 神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何等的尊荣 神造了这么伟大 这么美丽的世界宇宙 这地球在宇宙当中 连个沙子都算不上 但是我们这些 在沙子上的人 神却让我们成为 他创造的顶点 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 受造物神 是交在了亚当的手中 亚当是神的儿子 亚当是王子 他是君王 这个世界 本来他应该做王的 而且神还为他 预备了一个美丽的妻子 我们讽刺人的时候 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家伙做梦娶媳妇 一直当光棍 找不到老婆 只能在做梦里娶老婆 想想人家亚当 人家睡了一觉 醒了 就有媳妇了 那犯罪之前的夏娃 会何等的美丽 亚当激动地说 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啊 这是人本来该有的样式 神给我们何等大的荣耀 但是因为亚当犯罪 因为亚当和夏娃背叛 他们被逐出了一点 他们亏缺了神的形象 亏缺了神的荣耀 从此的人没有荣耀的 我们是一个浪迹天涯的 败家之子 我们没有荣耀 但是人曾经经历过荣耀 我们会注意到 人天生有这个倾向 就是要寻找荣耀 这跟动物真的不一样 动物那真是吃饱了就高兴的 我们要荣耀的 我要穿了一个好衣服的话 不在人前走一走 我好难受的 我有钱了 我不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车 我好难受的 这些稀浮的东西上去寻找荣耀 找得到吗 十来年前 北京出过一个大案子 有个公子开了一个超级跑车 车上还有两位美女 结果翻车了 死了 不要笑话他 虽然我们开的是Toyota 但是结局我们都一样 罪人的结局 所有人没有区别都是死 不管你从前多富多贵 躺在病床上等死的人 一点尊严都没有 一个护工可以随便把它翻来翻去 不想说太多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见过 人在去世前是什么样的状态 不管你从前多豪华 不管你从前多名贵 所有罪人的结局是一模一样 弟兄姐妹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拯救 这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 带给我们的拯救 他不愿意我们有这样的结局 所以基督来拯救我们 我们不是人人 不是义士 我们是一群罪人 我们憎恨神 我们是神的仇敌 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状态 这是耶稣基督的拯救 不是为一群人人义士 为了一群英雄模范 他替我们死 他爱我们 爱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当我们还恨他 当我们还是他仇敌的时候 他替我们死 弟兄姐妹 这是神在基督里 给我们的拯救 这才是真正的爱 而且神的拯救很奇妙 他不是那种所谓的 好像劫法场那种拯救 我们被吊在绞刑架上 他一枪把绳子打断 我们吊下了 活了 然后该怎么过 再怎么过 神拯救我们的方式 是让我们也成为 他的儿子 保罗在加勒太书里 给我们教导 你们因信基督 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 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这是他拯救的核心 他因为我们做不到 他让基督做了 所有该做的事情 他要替我们死 付了我们犯罪的代价 然后应许 所有愿意信耶稣的人 你就披带基督了 主耶稣好像一件衣服一样 你可以把它穿上 这件衣服好贵的 我们知道衣服 在那个年代 象征着身份的 穿短袖的 跟穿长衫的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这些人 只能穿个 灰的蓝色的衣服 你说我审美奇特 我最喜欢正黄色的衣服 做两件正黄色的袍子 在大清朝 这是要砍头的 因为那是皇帝的衣服 经常在东京 看到有人穿的 那一种像仇子似的夹克衫 好像有扣斯卡那里 卖的挺多的 真有正黄色的顶上 还绣一条龙的 那在大清朝是要灭门的 那是皇帝的衣服 现在神让我们可以穿他自己 穿耶稣基督自己 从此看我们不再是那个罪人 不再是那个仇敌 我们的身份立刻变了 其实是这里提到罪人啊 什么什么呢 我们这些受洗的基督徒 都有这样类似的感受 保罗说因信称义 但是我们信了受洗了 然后一照镜子 不还是那个家伙吗 单眼皮还是单眼皮 眼睛小还是眼睛小 犯罪好像还会犯罪 那怎么我们又是义人呢 这就是耶稣基督奇异的恩典 然后我们信靠他的人 现在就可以披戴他 虽然我们还是罪人 但是神的眼中 我们已经是完全的义人 因为我们披戴耶稣基督 你的身份今天立刻就变了 因为我们的神 是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 有了新的身份 保罗说 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维奴的 或男或女 我们都是按照应许 承受产业的了 承受产业的 继承人 儿子 神的儿子 有了这全新的身份 我们以前地上那些身份 作废了 我们以前是日本人 中国人 美国人 民国乌人 东京人 作废了 我们以前是做社长的 做科长的 做阿鲁拜特的 无业的 都作废了 或男或女 旧约的时候 女人的继承权是有限制的 但是在基督里 在新约 所有的姐妹 有一样的继承权 虽然你们是姐妹 你们也是神的儿子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福分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 我们是神的儿子 那些世俗的地位 世俗的血统 世俗的民族 世俗的学历 跟神的儿子 这尊贵的身份比起来 还算得了什么 在基督里 这些都取消了 弟兄姐妹 我们在基督里 是一个全新的新造的人 我们都是神的儿子 这是何等的尊荣 这是何等的荣耀 还会在乎这世上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吗 罪人特别喜欢排场 罪人特别喜欢面子 有钱的话 还可以略略理解一下 没有钱 打肿脸充胖子的 我们也见过太多 时时刻刻 不忘记自己的那些头衔 身份等等 但是有了神的儿子 这样尊荣的身份 我们还在乎那些干什么 弟兄姐妹 这是耶稣基督的拯救 这是神的救恩 他不单让我们与神和好 他要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神的儿子 不再是外人 不再是客人 乃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是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流血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 十字架是何等的痛苦 为了拯救我们 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 十字架是极大的羞辱 耶稣基督是受了公开的羞辱 被人戏怒 被人嘲笑 赤身漏体地 钉在十字架上 这也是他拯救的一部分 他不单要拯救我们的生命 他也要拯救我们那失去的荣耀 他选择的方式 就是他自己成为卑微 菲律比书二章六节那里 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 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主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 他为了拯救我们 他用了最卑微的形象 是奴仆的形象 是奴隶的形象 是被万人唾弃的形象 在卑贱到了极点 就是十字架 他曾如此的卑微 他才有着万名之上的名 他给我们的福分是 我们这些什么都做不了的罪人 你单单的因为信靠他 你就因信称义 你在神的眼中 就是一个完全的义人 你就披戴基督 神看你就像他自己的儿子 你就是神的儿子 基督这万名之上的名叫赐给你 你们借着基督就以神为乐了 你们借着耶稣基督 神就是你的荣耀 以神为荣 弟兄姐妹 这是福音 这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经文说 我们会与神和好 保罗也会教导我们 我们与神和好之后 很自然你会与人和好 你还会与你的环境和好 神是透过基督看你 我们也会透着基督去看这个世界 心态都变了 这是主人的心态 神造我们是要治理这地的 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打工的 突然一下变老板了 你会发现 你看公司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会赐给我们恩典的眼光 神透过基督 是以恩典的眼光看我们 我们在基督里 也会用恩典的眼光彼此相看 我们也会有永恒的视线 知道这世界都会过去 我们是有盼望的 大家都去野营过吧 应该有不少人去过 野营很难受的 石头很割的 前半夜很热的 后半夜很冷的 但是野营为什么这么有意思 因为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家的床好舒服 我们因为有个家 所以野营是个快乐 我们没有家的话 野营叫做homeless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心态 我们有了新的身份 有了新的眼光 就会知道所有的痛苦是暂时的 甚至还有点乐趣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 知道我们的家 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 这新天新地里会是何等大的快乐 因为神是我们的荣耀 这地上的面子不值钱的 眼看得起高楼 眼看得验宾客 下一个就是什么 眼看他楼塌了 这个世界的荣耀都会一顺即逝 但是在神的荣耀是存到永远 而且今天就可以享受到了 这种荣耀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圣经会把这一句翻成以神为乐 神是我们的荣耀 神是我们的骄傲的时候 我们想不喜乐那是很难的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信靠他 跟随他 你就是神的儿子 你立刻就与神和好 你立刻就以神为荣 我们现在就可以以神为乐 好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这奇妙的拯救 让我们这些罪人 让我们这些神的仇敌 可以有这样的盼望 主耶稣基督 你替我们死 你替我们成为奴仆的样式 为要拯救我们 不但拯救我们的生命 更给我们这全新的尊荣的身份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亲爱的圣灵 愿你做工 你感动那些 出来你教会的新朋友 你感动那些 来到你的教会 却不愿意受洗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可以听见你的话语 也让他们可以感受到 你的护照 你的吹逼 所有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 愿意借着他与神和好的人 愿意借着他以神为荣 以神为乐的人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在你心里说 我愿意信靠基督 我愿意跟随基督 我要借着他与神和好 以神为乐 请放下 主啊愿意继续做工 保守看顾这些 愿意信靠你的灵魂 带领他们 在你的教会相聚 一生行在你的异路上 感谢赞美祷告 是奉救主耶稣的名字 阿们 感谢赞美祷告 阿们